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胜通当初就是因为政府的南向政策 所以他去了海地 结果在海地很惨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暴乱 他的工厂就被攻击 然后陆续跟政府也借了一些钱 最近我们政府说 您的董事长旅游好像营业状况不错 戴董该还了吧 我们戴董就出来哭了 他说当初是你们我配合政策 然后你们当初也知道我赔钱要借我钱 现在叫我出来还钱 真是太过他要申请国赔啊 那我们要讲什么 因为过去的南向政策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有新南向政策 那这样的概念 那新南向政策是不是可以期待呢 还是说应该怎么样去评估这个新南向政策 对因为这样讲 过去的南向政策在李登辉总统时代 然后刚才你提到说这个戴神通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 典型的例子 可是大家很多人现在都讲 问题是现在你以为那些这个当初觉得说是很落后的国家 其实现在感觉起来都越来越繁荣了 越来越有商机 像越南人家现在是石油产地了 对那会不会其实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对的时候呢 对那这期的天下杂志就特别探讨了这个新南向政策 封面故事就告诉大家是新南向在地智慧 好我们现在天下杂志 对副总编贺芬 哈喽 哈喽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嗯 你们这次去了 哇 二十个黄金城市 没有那么多了 你们上头写了 可是你们实际 实际采访了也许多 你你的先讲一下你的这个 感觉 感觉 新南向政策可以成功吧 现在这些国家大不相同啊 其实我们天下杂志这几年啊 一直在关注东协的议题 每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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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东南亚对我们来讲一直是一个 我记得我几年前七年前吧 跟公司讲说我要做东协 然后呢我们有同仁就说 干嘛做东协啊 那不是外劳国家吗 OK好 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实在是 我们的世界观里只有日本 美国中国大陆 对 然后说到敌人呢 大概再加上一个南韩 产业上 然后还有欧洲一些比较 先进国家 对先进的国家 那我们跟这些国家距离都很远 地理距离很远 但心理距离很近 尤其是对美国老大哥了解的不得了 但是东南亚这些国家航程距离我们 最近的大概只要几十分钟而已 OK好 那远一点的 不过了不起四个多钟头 五个钟头 地理距离最近 可是心理距离非常非常的远 OK 那其实呢 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们 我们因为经常会用一些平均数字去看这些国家 你去看平均数字 当然他们的所得远远落后于台湾 平均的GDP 当然远远落后于台湾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国家 他们的特色是 我们再小的乡镇都有7-11 这些国家不是 这些国家是人口跟产值都高度集中在一些少数的都市 这就是这次我们天下杂志用平均的国家的GDP跟人均GDP 还有就是他人口数这三个指标呢 筛出来东协十个国家里面的二十个城市 所以你说这是黄金城市 对 只有这几个城市值得经营 甚至有三个国家连一个城市都排不进来的 那个叫做缅甸-柬埔寨-辽国 哇 那对不起啊 那个贵芬您等我一下 因为我要查播一个最新的一个意外的消息 就是呃 这个 这个陆军的汉马车啊 因为可能是闪车的关系啊 发生了一些翻覆啊 可能造成了大概有五十五个人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55分啦 大概五十五分发现多人受伤 汉马车大概在不了这么多人 那可能发生有多人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所以对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不了解 可是刚刚才在延山公路 屏东的延山公路发生了 嗯 发生一些翻覆的意外 嗯 不好意思啊 希望这个受伤都是青春 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才坦克才发生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意外 OK 我希望这次呃 都能够平安 好 这个最新消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说明之后 嗯 我们再请贵芬来 是是是 所以这次的这个天下杂志新南向故事 你们筛选出了二十个黄金城市 嗯 是值得投资的 嗯 呃 您所谓的值得投资要要讲清楚 嗯 什么叫值得 资是有很多层次 哦 嗯 投资他房地产吗 哦 投资他的股票吗 嗯 还是投资设厂 嗯 投资设厂做什么呢 做出口吗 嗯 还是呃 值得投资去呃 打市场呢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层次 这个国家做一个人的话 他投资他的哪一部分 嗯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 你也要投资 你选择了对的城市 嗯 你要选择到对的产业啊 像如果你投资我 投资我去做模特 你已经输到输了一屁股 对不对 不会啊 可能有些人就说 我们就是要找那种很胖的人 来告诉大家 胖子也可以穿出好看的衣服 哦 对不起 哈哈 对没错 这什么结论呢 但是每个人都卖衣服飓 ajú 用和这样一种size的衣服呢 是绝对不会卖的出去的 对对对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啦 那戴胜通这个故事就是 请您去做模特那种投资 对真的 政治正确 可是呢商业不正确 对 OK政治正确 你怎么知道这个政治人物 他出事的时候是先保他自己呢 还是保您呢 对 好 可是讲到政治正确 除了我们台湾有所谓的政治正确之外 那另外就是 大家那时候会觉得说 哎呀一些这个东南亚国家 会比较紧张的原因是在于说 感觉起来有些国家的人质的色彩也比较重 你比如说像这次的越南 所以这次这个越南的台塑的这个钢厂 他们就觉得说 哎这会不会就是给我们的新南向政策一记警钟啊 你们在这里头其实也有探讨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写稿 但是我忙得团团转 我没有办法写 直到这一本杂志出来 我就写了一篇台塑到底做错了什么 大家注意台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不是说越南政府做错了什么 或者是越南是不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或对我们新南向怎样怎样 因为我们国内的媒体 这就是犯了不了解别人的错误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OK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杂志 这篇文章po上官网之后 有非常非常多的了解内情的人来留言说 终于有人把真相写出来了 OK 好 为什么呢 我这样讲好了 台塑是到越南的中部 有一个叫静岗省的地方去投资 OK 越南的中部是个什么地方呢 它是越南最贫穷 最没有资源 然后呢 高度的依赖渔业 OK OK 那中越又是个什么地方呢 是南越跟北越在打仗的时候 两边打仗 但是以他为战场 嗯哼 所以他一直都是个受害者 嗯 好惨 又穷 嗯 好 这个中部的人呢 我不晓得两位知不知道 越南的黑帮 在美国也有 在越南也有 叫做越青帮 越青帮就跟华青帮一样 对 还有就是越南军队里头的水鬼 嗯 都是中部人 哦 为什么 他们要比较飘悍 对不对 飘悍 嗯 呃 亡命之徒 嗯 因为穷 对 而且因为你们两个都在我这边来打仗 对不对 对 逼的我必须要飘悍起来保卫我自己 你知道Google里头为什么要请人类学家 嗯哼 他就是为了要了解他的customers 的心理状态 他的历史 他的文化 嗯 越南我们一直觉得 奇怪我们跟越南不是很好吗 嗯 那么多的外配在我们这边 我们去那边又是第几大外资 我们不是很magi吗 嗯 嗯 你怎么会来打我们台湾台湾人呢 包括唯一在暴动事件 那个反华暴动 对 反中其实正确的应该讲反中 嗯 反中 不是反华 嗯 这个我待会呢 在跟大家解释 表解 所以中部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嗯哼 OK 那为什么给台湾去那边设厂呢 基本上没有人要去那边设厂 嗯哼 这个地方又最 呃比较大 可以给他一个 呃比较 比较充裕的这个地方 嗯 那去台湾去那边呢 嗯 他用了非常多的中下游的包商 是大陆厂商 哦 那大陆厂商 还有就是台湾 从这个大陆搬来一些 他们的路干 直接搬过来 那大陆人的管理作风 他非常的高压 嗯 嗯 非常高压 那呃越南人呢 劳工意识是非常强的 哦 还有就是越南跟中国大陆 三千年的恩怨情仇 嗯 我想呃 我们要去投资南 东邪国家 要了解人家的历史 嗯 所以你刚刚特别 这个封面故事说的是 在地智慧 就你不要用自己的思维 去讲别人 那铁定死得很惨 对 这里头这个 你也特别提到一句说 就是因为一句话 马上瞬间点燃了 这些越南民众的怒火说 你们到底要鱼匣 还是要工厂 哎呦 这样的感觉就是 好像高高在上的 这种话 马上就让当地民怨沸腾起来 对 然后广告之前 我先讲一下 就是刚刚这个 最新的故事 就是一辆汉马车 就是在九点半 在这个屏东方寮山 方寮乡的延山公路 发生车祸 车上有四名军事官 结果两个人受伤 紧急送医 目前 幸好 看来伤势并没有答案 OK 好 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回来访问 12点20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的新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虚成 我是汪庸和 来到现场是天下杂志 资深副总编 贺贵分坛 天下杂志 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新南向 在地智慧 刚刚提到说 这个台速之所以在那边 这个摄钢厂 然后踢到铁板 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对越南的 这个当地的 一些的历史文化 民情 民情 讲法 太了解 对 所以呢 包括他们请这个大陆的干部 然后包括他们这个一句话 惹恼 惹恼了当地的人等等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一些成功的案子 对对对 我们这一期的天下杂志 很多人说 你们做这个真是政治正确 其实不是 我们会连续两期做新南向 事实上都是 打了政府一巴掌 就是主要讲的就是 你要讲这么明白吗 我就是要讲的这么明白 尤其是第二期 大家敬请期待 OK 好 我讲一下我们这一期的主轴 我们找的厂商 都是当年选择不吸进的厂商 然后都是当年留 去东南亚 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去 都是当年锁定了内销市场 没有像台湾的厂商 去外面投资一样 做加工出口的厂商 所以你今天要把东南亚 当做我们的内需市场的延伸 你必须要了解 你deal with的是 什么样的customers 消费者 你必须了解人家历史 人家的文化 人家的喜好 人家的竞技 人家的通路 人家的everything 包括天气 可能会对你的产喧嚣 会造成什么影响 都会有影响 OK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在地智慧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这些厂商 全部都不是做加工出口 他们是第一线面对自己的消费者 OK 所以他们在那边这么一路来解决的问题 就是形成他们今天在东南亚称霸立足的一个立足点 都是他们非常非常珍贵的在地智慧 所以我们每一个厂商 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出一个 最佳厂商的一个在地智慧 锦囊随身包的意思 所以其实你没有要 不是说打新政府巴掌了 而是说让他们知道 如果真的要新南向的话 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对 然后你们应该怎么因应 对不对 帮他们收集一些锦囊妙程 可能刚刚贵芬说的 打巴掌的事情可能在下一期 下一期是狠狠的打了好几巴掌 那我们这一期现在讲Case 就是说现在讲这个凯撒卫浴 凯撒其实是老字号的 对 Ceaser 对啊 因为因为我一直认为Ceaser是这个进口品牌 发现他们是台湾的这个国产品 对不对 而且那个肖俊祥董事长 他当初在创业的时候 就是决心要取一个皇帝的名字 把他坐在屁股下面 要发气十足啊 对 然后呢你知道Ceaser 我你念的对极了 但是呢在越南不是念Ceaser 你念Ceaser不知道 对 说对了 因为他们念不出来这个字 不是 贵芬为什么 因为当初我们就翻错了 当初那个C啊 我们把它翻成Ceaser 就凯撒 是他是Ceaser不是Keaser 对啊 当年我们就翻错了 我们不能怪人家 对啊 好啦好啦 那可是他去了碰到什么状况 然后 OK好 越南人啊 你不要小看越南人 越南人是整个东南亚最骄傲的民族 哦 你说民族性吗 对 然后民族自觉最高 劳工意识最高 呃 那个自尊心最强 哦 好 为什么呢 他们会告诉你 嗯 你告诉我 全世界 谁 打赢过中国 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 确实 对啊 打赢过 讲的这个就他们的历史 对不对 我刚刚为什么说 呃 台塑在合进的钢厂 会受当地人这个反对 就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的路干 嗯 但路干高压 对劳工比较凶 嗯 然后所以513报 反中事件的时候 台塑是唯一一家 有死人的台商场 嗯 那死的是路干 嗯 那我呃 简单讲 那次的不是反华 是反中 嗯 他们绝对分得清楚 谁是台湾人 谁是大陆人 而且是用两项指标 分好等级 这家工厂 要呼啸而过 那家工厂要砸 那家工厂要烧 那家工厂要杀 是分等级的 哇 这么有组织 贵芬 你一直说 其实越南是个 类似俄罗斯 它是个很tough的民族 是不是 非常tough 而且呢 是对于中国呢 是民间是仇恨的 哦 这一点就要去投资的厂商 就要注意到这一点 要特别的小心 嗯 OK 好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不要再讲了 好 那我们讲一些 比较有正面的 这个收获的厂商 凯撒这家呢 当初在台湾 是活不下去了 嗯 活不下去 不是说他 呃 什么不好 而是台湾找不到工人 七万块 二十几年前 七万块 找不到工人 为什么呢 因为坐马桶 粉尘 高温 要烧制 而且技术非常困难 门槛非常高 我们以为马桶 因为它很曲面 对 不仅曲面 你们可能都没有见过 那个马桶背后 有很多的管线 对 而且那个 但是你烧的时候 是要一体成型 所以它那个 都要流出来的 两千度的高温 对 要收缩 百分之十 要收缩的均匀 还要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有一点裂缝 有一点气泡 就销毁了 就就报废了 嗯 就损失了 最厉害的厂 良率也不过百分之七十 哇 哇 OK 好 但是越南人 又很非常崇尚品牌 你不要认为他们很穷 可是他们对品牌 非常在意 嗯 他们不买 不是名牌的牌子 嗯 OK 那凯撒刚进去 是个nobody 是啊 他为什么不去大陆 这个老板说了 他说 大陆那个池子太大 嗯 我一去一定死得很快 大家认为是同温同种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同温同种最危险 你没有几年 就被人家血走 把你踢走 哦 OK 所以他要去那个 不毛之地越南 OK 他认为越南比较有机会 嗯 而且那个时候 越南还没有加入东协 他知道越南会加入东协 东协会一体化 嗯 他去到那边之后 没有人认识他 他做出来了之后 也没有人愿意卖他的产品 都是一些那些 小小的 呃 卫浴专卖店 这样子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组织了一个销售团队 每一个人 你都不用回公司 每一个人一天 负责八家店 嗯 每天带着清洁剂抹布 去帮人家店里头 擦玻璃 擦门 擦马桶 擦浴缸 擦的亮晶晶的 是有卖他们牌子的店 还是没卖 无卖啊 无卖啊 进不去 OK 所以他是只负责清洁 这个 对人家 哈啦 哦 然后呢 把老板的 对 把老板的这个 而且 去每一家店都要 每一天固定时候去 一天 一家去一个钟头 嗯 他去帮您擦 倒水 伺候主人 嗯 去把人家伸成八子 打听清楚 老板娘生日打听清楚 小孩念什么学校生 呃 生日是什么时候 打听清楚 为什么 越南人最重视 两个生日 一个忌日 一个生日 每个人生日都要过 每个人生日都要庆祝 先人的忌日 都要拜拜 都要聚餐 OK 也有慎中追缘 这样的 对 那老板娘过生日 嗯 你一束花 一个蛋糕 一送到 你跟她的距离 就从几百公尺 拉到了几十公尺 当然 当然 我的生日你都记得 你看 有时候自己生日 老公都不记得 对不对 所以慢慢的 他的产品呢 就可以摆到了人家的后面 不是店的后面 是仓库的后面 啊 好歹 这样 这样才仓库的后面 他还有很多很多 因应当地的特殊的习性 使出来的绝招 奇招 慢慢从仓库后面 摆到店的后面 再摆到中间 再摆到前面 再摆到他帮人家 设计好好的 美美的货架上面 然后他还帮人家 做漂漂亮亮的招牌 我免费帮你做 像这种支出 都是他们现在 呃 那个管销支出的 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你说 这种在地智慧 你光 关在总统府里头 谈南向 你谈得出来吗 嗯哼 嗯哼 对 那是真的 就是你 风土民情 不了解的话 你只是上面 上面合作 问题是底下不买单 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纽澳给包进来了 南亚六国包进来 纽澳也是在南方啊 这是 好啦 南级以上 我们都南向 这样可以吗 那所以 纽西兰跟澳洲跟跟跟东南亚完全不一样的 那总统府会说 哎我们那个定大策略方向之后这些 我们总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细节的教导吗 对不对 是啊是啊 但是该提供的协助 总统府说我们一定也会提供的啊 对啦 我还是去澳洲当butcher好了 发给大家那个天下杂志说 来请你们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应该怎么样 这个是人家去采访的 那个 你东西要看清楚 搞清楚状况啊 不是越南要去投资 要心理准备 越南人没有那么好搞 嗯 对不对 这可能大家知道 其实我觉得真的 从贵芬的这个谈话里头 你真的会发现 有一些我们的国 我们去想象人家国家 觉得是 哎呀人家的经济水平没有我们高啊 所以人家一定怎样怎样 我去投资 你们应该各在地上感谢哦 门都没有 其实真的不是哦 对不对 每一个国家 有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 真的 真的是要搞清楚 对 所以 配合政策我们非常赞成 可是那个政策的制定的时候 你真的了解那个detail 有时候一个 一个不了解 那是一个致命伤 到时候一去就跟 你不要成为下一个戴胜通就麻烦 但是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他了解了越南应该怎么样攻进去 所以现在他们在越南站得很稳了 是 已经是第二大了 哇 插马桶插出来的 可是我很好奇 他们现在还去帮人家插 插窗户玻璃吗 那当然不 哦 当然不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柬埔寨跟越南的 精品级的国名品牌 哇 精品级的国名品牌 这个病位厉害 就是比较高档 但是又不至于消费不下去 对 我在家里放的就 哇 你看 我家是Zizer的 Kaser Kaser Kaser的 越南的面法 Kaser 要有在地智慧 是是是 在地面法 对 好 所以如果想了解说 到底新南向要怎么样的 对 可以去顺利攻占这些二十大黄金城市的话 这一期天下杂志 讲得清楚 封面故事 对 新南向 在地智慧 下一期会有连展 下一期讲的是个人篇 了解 那个人呢 我们的标题会叫做 笨蛋 问题在蔡英文 哦 呦 好猛啊 好 我们谢谢天下杂志的 这个资深副总编 贺贵芬 继续访问 谢谢